現場各位隊伍 弟兄 朋友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是張華聰樹副署長 哲學生 今天我們在辦這個說明會 最主要目的是在跟各位說明 舞蹈會現場有歡迎我們 就學就業資訊跟外面的舞蹈的作法 那順便透過這個說明 跟大家做一些經驗分享一鍵交流 最主要目的就是講到 透過我們舞蹈會來各種資源 來強化各位在職場上的競爭力 強化各位的競爭力 讓將來各位能順利進入職場 進入職場 各方面的職業條件 那另外今天我們在現場 也請張華縣理工業會 跟各位提供我們歡迎 持續考照的一些說明 那也請那個工資很喜歡在現場設安 等一下會跟大家 大家如果有要考工資的部分 可以跟他提供有關於 那個就業考試相關的諮詢 那我們也特別請到那個 張華斯萬大學 林志遠本研究所的工所長 那給我們進行專題演講 今天的題目它是以那個 潛臺生涯規劃 產業趨勢為時間 來進行專題演講 我希望今天大家來參加這個說明會 是一個開始 而不是一個結束 希望以後大家可以跟我們農助 保持密切聯繫 有些需要我們農助 跟大家服務的 歡迎大家盡量能農助 我們可以提供相關的資源 提供給大家 比如說有關於就業 連一些興趣讓大家知道 其他各方面也希望大家有什麼意見 也可以跟我們農助提供一個說明 讓我們大家互相交流 為大家做一個服務 跟大家服務也是我們的實責 希望這樣子的話 讓大家能進入主場 那也配合我們國家的目標 這個推展可以將我們相成成功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進行專題演講 今天很難得請到洪所長 他在擺洪之中 抽空地進行專題演講 我先借一下 介紹一下洪學長的最新學技力 洪所長是美國艾達和周達利 周立大學的研究資源發展博士 他曾經在美國克里南呼 周立大學管理學員當過洪學者 也認識過日本新立公司 台北總部電池部 部門的產品提交經理 然後也在S123的 一個到過諮詢部門 他的經歷可說非常多 我剛剛講的職業挺像 沒有辦法全部講出來 如果要全部講完 等下本人他就沒時間可以收課了 那另外洪所長 他的專長是在績效管理 管理設備 還有人力資源管理發展等等 然後 等下在那個 他的分離演講的過程中 大家如果有什麼不行的話 那你可以發問洪所長 一定可以給您滿意的回答 好 好